我认为叶文一为什么他成功呢,他除了出色的舞蹈,舞蹈肯定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需要的一个成功的商业舞蹈片。 但是我认为他成功就是叶文这个人物是跟我们以前看过的一些舞蹈片里面的人物很大的区别。 他是一个很爱家的男人。塑造了这个角色,当然是要谢谢叶文星导演跟监视还有编剧。 但是我都要给自己一点分数。 因为我觉得以前大家看一些舞蹈片里面的人物是某类型的。 但是从来没有看过一个family man,就是一个家庭好男人,就是一个宅男。 所以在叶文一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怎么可以把一个宅男有那么好武功的。 男人也喜欢他,男人想像叶文,女人想嫁给他。 所以我认为他成功在于这个人物的硕道。 所以我相信叶文二,我们根据这个方向,舞蹈肯定是需要讲的。 肯定舞蹈肯定有一定的水平在里面。 我们还是会在叶文二看到一个很讨好的一个,你刚刚说的所谓的好男人。 一个宅男,一个爱家的男人。 其实要把他塑造成功,是需要很多细节来展现的。 比如刚才导演和编剧都常常提到的吃饭。 那么问问子丹大哥,除了吃饭这样的细节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细节可以展现他爱家男人的营业呢? 准时回家吃饭。 他们只是说回家吃饭。 但是他没有说什么时候回家吃饭。 可能叶文青,晚上十二点,跟朋友, 参玩卡拉OK回家吃饭。 没有什么用。 那我这个人是七点半准时回家吃饭。 子丹大哥生活中也是这样。 不拍戏的时候也是准时回家吃饭吗? 我拍戏都准时回家吃饭。 拍不拍戏我都准时回家吃饭。 在现场我都准时,大家不要拍了。 这个时候我打电话给我老婆。 到点该吃中饭了。 七点半,导演不要拍戏,我要打电话给我老婆。 在家里,七点半,不要开会了,我要回家吃饭。 其实子丹大哥笑着带着幽默地告诉我们。 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就是生活中的一个好男人。 我提醒大家给他一点掌声。 我们向您学习。 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把这样的人物演好。 其实是这样的。 叶文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所以我们也都知道掀起了一股叫永春热。 很多人就开始学习永春拳了。 包括我们中国人还有外国人都在开始学。 大家觉得永春很有意思,叶文也很有意思。 所以至于现在有很多的影视作品,大家也知道吧。 除了这部影片之外,还有很多人也在拍。 我就觉得现在有新浪网上面就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问观众,你心目当中叶文最佳的人选是谁。 大家可以上网Google一下。 我昨天查了一下,就有一个比较可靠的数据。 现在呢,我是已经看到有两千多个人参加。 子彈大哥的这个得票率呢,它是超过了百分之九十。 我相信这个就是真实的名义。 说明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子彈大哥是扮演叶文的不二人选。 问问子彈大哥啊,你自己觉得呢? 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有点不公平了。 真的吗? 事实上只有一个叶文。 只有一个叶文的电影,都没比较。 有啦,大家都知道有很多影视作品都愿意看叶文和泳春前的题材啊。 是,确实叶文意造成了一股所谓叶文的热潮。 这个在我扮演叶文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荣誉的。 就起码有人去跟学习你嘛。 但是,其他的叶文作品都还没有出来, 所以你不能这样说,很多公平。 我要说一个更道的话,我觉得, 还是那句话了,叶文的成功影响到很多很多方面。 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很多人都去学习,有尊全。 但是我还是认为叶文成功, 不因为他是泳春拳的一代宗师。 那如果他是鸿泉的一代宗师, 那可能今天大家也去跑去学习这个鸿泉。 一部成功的电影,一部成功的角色, 他最主要就是怎么跟观众打成一片, 怎么去打动观众的心。 那叶文刚刚我们已经说到就是, 他的性格上可以把观众勾住了, 还有他的优点。 就是简单来说, 他是个很难打的一个宅男。 所以他成功是在那方面。 那在于他的武功方面呢, 今天叶文是打永珍。 可能明天我们说到另外一个人物出来, 他是打, 泳夏、泳秋、泳东。 那可能就变成另外一个桥楼。 所以我也怎么说了, 希望大家去看叶文, 因为我们这个组合拍出一部优秀的, 一部感人的一部电影。 故事里面的所谓的其中的一些商业的演出。 我相信其实我们观众会透过叶文, 一也好,二也好, 看到是我们中国功夫和精神的一个最高的境界。 这可能就是我们本身想传达给大家的东西。 刚才我开场白的时候, 我已经介绍过这部影片, 将会在四月二十九号上映。 也就是我们传说当中的五一黄金档期啊。 那在这个档期上映呢, 我们知道有钢铁侠。 这是一部好莱坞, 也是非常成功的一部商业片。 所以呢,现在很多其他的影片, 就为了避让他就延后上期, 就是调开了这个档期。 但是叶文没有, 他选择是面对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所以现在很多媒体呢, 就会在网上写说, 现在是叶文大战钢铁侠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的噱口。 我们想问问子丹大哥啊, 对于这样的说法啊, 你是会觉得比较担心呢? 他还是会更加刘青青, 你怎么看? 看电影是观众的选择吗? 当然你那部电影要好看的, 所以作为观众, 我都自己都会淘钱去买我喜欢的电影。 这个我觉得也无所谓, 最主要你本身你的电影拍的好, 最主要你本身你的电影拍的好, 最主要你会有那个观众会支持你。 但是讲笑话的这样说了, 就是这一次我们的对手, 确实是非常强。 英文我们的名字叫Ipman, Ipman, 跟Iainman, 对打。 所以我觉得这个挺有趣的, 这个无所谓的, 他可以非我可以打赢, 我们真的没所谓。 希望两部片都能够在这个假期里面带给观众欢乐。 嗯,谢谢,谢谢。 刚才我们一直说这个爱家男人的这个形象, 其实英文一里边, 他就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叫, 我不是怕老婆, 我是尊重老婆。 那到英文二里边以后呢, 不仅要吃饭, 还要准时回家吃饭, 今天我们知道了。 所以呢,基本上子弹大哥把他自己对于家庭的理解, 对于婚姻的理解, 也融入到了这个, 夜温二这个生活当中好男人的这个塑造当中。 所以问问这个好男人, 您对于好男人的定义是怎样的呢? 是人版了, 不用说了, 我应该站出来让大家看拍照。 没有,我觉得现在的做一个好男人, 比以前做一个好男人难度更大。 因为他除了, 你要需要一定的经济能力呢, 你还需要一定的风度呢, 卖,卖相。 你找到吗? 你找到这个好男人吗? 这个不用说了, 大家都知道我是好男人, 我是好好男人, 但是你的好男人在哪里? 他在讲啊。 他在讲。 他在讲。 人生大哥, 谢谢你啊, 问了我想问又不敢问的问题啊。 好了, 谢谢好男人, 接下来我们就。